欢迎收听《义士邪君》第二百五十一回 若是舅舅们知道 君墨邪啊 现在正在这么一个爽法 相信就再也不会嫉妒了 君墨邪分明感到 自己的屁股呢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就像是气球一般的鼓了起来 足足大了一倍啊 而且这趋势还在持续的发展之中 这还是屁股嘛 简直就是一个热气球啊 就在这个时候 场中呢也有了动静 舌王千寻的声音 异常清脆的月儿响了起来 冷血至尊 泪无悲 甚至于呢 声音中还带着一丝婉约 很有些纯真的 眨巴眨巴那双大眼睛 很是好奇 很是天真的问道 这神态这动作 分明呢 就是一个不按时事的小姑娘 见到了陌生人之后 又是害羞 又是害怕 这样问候道 几乎场边的旁观者们 心中都有一种冲动啊 想上去呢 摸摸她的头 哥呀 给你买糖吃 但是对面的泪无悲 却是绝对不敢这么想的 除去了天乏 寿王至尊 没尊者之外 其他寿王的 玄公修为方面 确实比不上 八大至尊 之所以能够 与大陆八大至尊 其名呢 那是因为呀 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一副 强悍到了极点的身体 一般的打击 对于他们来说呢 那就是挠痒痒啊 凭借强厚无比的肉身 就算是玄公稍有不及 但也是足以与八大至尊 并驾齐驱 再加上神出鬼没的 阴毒的手段 自己今天阴沟里翻船 也是大有可能的呀 面前这个小姑娘 虽然说看上去 娇滴滴的弱不经风 这个小姑娘的本体 却是一条蛇王 而且呢 还是天乏森林之中 最阴毒的一个 自己的拳头 打在她的身上 恐怕呀 连肉皮都不会红一红 可是她给自己一下呢 自己敢应接吗 是蛇王阁下吗 久仰了 维吾杯如临大敌啊 手一翻 航光闪闪 竟然呢 是一柄奇形怪状的锯齿刀 一面秋水般的清亮 闪烁着射人的航光 显然呢 是一柄消铁如泥的利器 而另一面呢 却是犬牙交错 秘密的锯齿 这是一把利器 更是一把凶器 在看到这柄兵器的时候 君某鞋终于明了 原来之所以让泪无碑出场 除了之前那些不得已的理由之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理由 却是她的这一柄宝刀 对付玄兽们刀枪不入的厚皮 显然泪无碑的这柄宝刀啊 具有相当强的破坏力 尤其啊是那巨齿 更是针对蛇王的绝妙的法门 蛇王千寻 娇窃窃窃的站在那里 有些楚楚可怜的味道 似乎是惊讶的呼叫了一声 励志尊 这么可怕的凶器 您就这么狠心吗 说着话还捂起了小嘴 君墨鞋全身上下 只剩下了眼珠还能转动 自然要好好的利用啊 他一眼就看得出来 蛇王千寻这一身衣服 窄窄的肩膀 合体的穿在身上 但是相比较来说 这双衣袖 却实在是太宽大了 几乎呢 都要垂到地面了 有古怪 绝对有古怪 果然呢 随着蛇王的这句话 泪无碑重重的哼的一声 急速的一个侧身呢 手中的长刀 异常迅捷的 劈出了一个石子刀花 就仿佛两道闪电呢 在空中是骤然相交 吱吱两声 两条筷子粗细的 五彩斑斓的小蛇 被斩成了四段 在地上啊 痛苦的扭曲 哼 果然是蛇王 不愧为阴毒之声明 泪无碑怒哼了一声 黑脸呢 有些泛白 那两条毒蛇呀 居然是 剧毒无比的 七彩娘子 若是被咬上一口呢 就算是 至尊强者 纵然说 不会致命 却也要是 浑身麻痹一会儿的 虽然说 只能麻痹 一两个呼吸的功夫 但是对蛇王 这个层次的强者而言 却是足够 将自己摆成 一百个不同的姿势了 真正的 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了 冤枉啊 人家可什么都没有做 哎呀 那是什么 真可怕 看着地上的毒蛇 他的眼睛 睁得大大的 一副呢 我很惊惧 很意外 泪无比刚到尔里 砰的一下呀 又是一条蛇 撞到了刀面上 这一条来得更急更快 而且呢 更是对准了 泪无比的咽喉要害 最要命的呀 是无声无息 阳光下居然没有 半点影子和反光 这条蛇王的进攻 果然是防不胜防 悄悄奄然的说着话 便已经无声无息的下了绝毒杀手 金墨鞋 看得几倍一凉啊 真正是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凉啊 看着这个小丫头 又清纯又可爱 又天真又纯洁 谁会想到 居然在眨眼之间 就对泪无比啊 下了三次毒手 真乃是典型的 对面甜甜叫哥哥 腰里悄悄掏家伙呀 场中的形势 再次的发生了变化 蛇王呢 是先腰一扭 曼妙的身子 迅速的一转 突然两条衣袖 同时挥了出去 煞时间呢 突然风云突变 便如两条绿色的巨龙 从这衣袖中奔腾而出 瞬间呢 已经长达七丈 当真是无论远近 无所不至 静风呼啸之中 整片场地 顿时变成了绿色的海洋了 彻底的将冷血至尊 泪无碑给淹没了 这才是蛇王实力的 真正的开始表现 这还只是个开始 卫无碑黑色的身影 便如是茫茫大海中 落出水面的一块礁石 任它波帆浪急 窝子溃然不动 真正的砥柱中流啊 一声低沉的呼啸 蛇王攻势位置啊 却更加的凶猛异常了 突然现巧的身子呢 凌空飞起 就在自己挥出的那一片 绿色海洋之中 是翩翩起舞 就像是九霄凌波仙子 踩着浩瀚的天河波浪 凌空而至 御守呢 轻轻的翻扬 无数脸寒星一闪而没 然后啊 又是寒星点点突然出现 全方位 无遗漏的洒向泪无碑 但是这位蛇王 在一边御守洒寒星的同时 脸上竟然仍然是一种 纯洁无瑕的神态啊 简直呢 是趣味盎然 似乎是在做着一场 乐此不疲的游戏 似乎啊 他全然没有想到 自己洒出的那点点寒星 足以将脚下的山石土地 也尽数的毒死 类无碑 终于不再一味的原地固守了 面对着蛇王狂潮一般的 滔滔的攻势 冷血至尊 也终于祭出了压箱底的功夫 一声闷笑之鱼啊 长刀纵横交错 刀气凛然啊 带着极其宏大的磅礴距离 同样的是一片银白色的浪花 从这一片碧绿之海的中央 慢慢的翻出来 滚滚翻涌 无休无止啊 纵横的刀气 冲销而起的那一刻 四周观看的几位至尊 同时的运起了玄弓防御 将各自属于自己的那一片 牢牢的护住 否则若是让类无碑的刀气 透过了他们的防御 窜入后面的人潮 恐怕就会如同猛龙过枪一般 斩出一溜血胡同 还没伤到别人自己 却要先赔上不少了 类无碑占据地力 滚滚反攻而上 蛇王千寻却是牢牢的控制制空拳 一双鲜白的玉角是越奔越急 脸上的表情也渐渐的有些轻松嬉笑 而转变成了沉稳沉重 玉壁挥舞之间 韩星连成一片一片的速速落下 到后来呢 已经连成了一片 成为了一波波的寒光 场中本来兵凶战威的凶险对战 竟然是格外的月幕 一片碧绿的海洋之中 一片银白的浪花是不断的展现 天空中呢 又是一波波的寒光不断洒下 这简直就是绝美的景致啊 任何一个看到这幅景色的人呢 虽然明知道里面杀鸡重重 却仍然是看得心旷神怡 这等景色简直已经不属于人间所有了 突然 泪无碑啊 一声力喝呀 漆黑的身影呢 带着滚滚的银白的刀浪式冲天而起 就像是碧绿的大海中 突然涌出了一道连接天地的喷泉啊 阳光的照耀之下 斑斓璀璨 放射着万道寒光 以无坚不摧的强大的力量 一往无前的姿势啊 悍然 蒙冲向了天空 真正的决战 此刻才算正式开始啊 不知道是谁呢 滴滴地说了一句 在场的众人同时拧起心神 不眨眼的看了过去 君墨鞋两眼凝重的看着 一时之间的连身上的痛楚也忘记了 蛇王和冷血至尊的招式变化 身法驱退 闪战腾挪呀 无一不看到他的眼中 又在他心中缓缓地回放 与自己原本掌握的招式互相印证 屈长不短 天罚方面 熊开山和贺冲销 同时伸长了脖子 君墨鞋分别赶闹的呢 这背后的梅尊者正捏着自己腰间软绕的右手啊 是狠狠的一紧 转了一个圈 煞时之间 君墨鞋疼的呀 灵魂在颤抖 不过君墨鞋突然意识到 难道蛇王面对泪无碑 这震撼天地的一招 竟然有危险 不然为什么 这三位兽王都是如此紧张呢 但是我只看到蛇王应付自如 应该能过得去这一关呢 就在这个时候 蛇王千寻立鹤一声啊 纤细小巧的身子一旋 地面那绿色的海洋突然消失不见 一道璀璨的绿色的光柱直直的飞上了高空 一道滚圆的银白色的刀塔呀 裹着一道隐约的黑色的身影 带着尖锐的呼啸 如同撕裂天地一般的音量啊 就像是挣脱了束缚的怒龙 从地下奔窜而冲啊 如影随形的追了上去 如同后裔摄日一般灿灿 无与伦比的强光 只映得下方所有观看的人脸上呢 都是一片死人一般的惨白 人刀合一 而且还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刀合一 君墨鞋心中震惊地叫了起来 这是将本身的精气神刀全部融合到了一起啊 君墨鞋心中震惊地叫了起来 天哪 想不到冷血至尊冷物碑还有这等底牌 不过他转念一想 冷物碑身为八大至尊之一 有这样的底牌倒也算合理 不过那个小姑娘可真是危险了 高空中的蛇王啊 首度仰首怒笑啊 声音尖利 烈云穿空 附近千千万万的旋手齐齐低头 紧接着呢 他在空中一个方滚 突然化作了一团巨大的寒星 迎面冲了下来 就像是遥远的流星 分别地从两个地头出发 就在这一刻呢 即将在这里的天空碰撞 呼啸的进风 让下方千万个观看的人们 都是屏住了呼吸 一声悠扬轻力的焦和呀 一声沉闷大气的怒吼 几近同时发出轰的一声 两团光影狠狠的对撞在了一起 然后呢 不断地撞击的声音响了起来 犹如火箭炮 在不断地轰鸣 直阵的脚下大地震颤不已啊 满空中是烟花灿烂 数十让的高空 似乎在这一刻 尽数地陷入到了黑暗当中 唯有那规律无比的亮色 在空中呢 发出了七彩的亮色 四处摇曳 君墨鞋呢是心旷神怡 就像是回到了前世的地球 正是元宵节焰化齐放 不分胜负 空中还在激烈的对撞 地面上的雷暴雨不狂风和没尊者等人 一定同时得出了这个结论 轰然一声大响啊 两人是交错而过 银白刀柱持续地冲向了高空 彗星一般的带着长长的尾巴直冲了出去 黑色的寒光呢 则是极昼地冲向大地 同时呢 空中纷纷扬扬 如同下了一场血雨啊 无数的筷子粗细的毒蛇的身体碎块 劈劈啪啪啪的落下 在场中空地上 汇地了是厚厚的一层啊 天知道 这位身材娇弱的蛇王 是如何将这些玩意儿带上天空 又洒向泪无碑的 碰了一声的 蛇王千寻 打着盘旋落在了地上 登登啊 亮亮向向的后退着十几步 这才终于站定 嘴角呢 缓缓地流出了一缕淡紫色的血液 脸色苍白 身上的绿衣 已经是破破烂烂 尽是刀口啊 一双鸡血傲双的手臂 就这样露在众人面前 之前那一对宽大的衣袖 已经化作了漫天的绿蝴蝶 纷纷飞扬 不知去向 刷了一声响 泪无碑慢慢落下 脚脚点地 双腿一软又强行地站了起来 他的样子更狼狈一些 一些黑袍上沾满了无数零碎的舌头 早已经被咬得七零八落 还有不少裂口 似乎呢 是被兵器所划破 头发蓬乱 犹如叫花子一般 嘴角一粒阴红的鲜血 终于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岩石般冷静的脸上 一片痛红 犹如喝醉的酒 瞬间呢 又变成了一片雪白 接着又红 来来回回 转变了好几次脸色 这才定格在苍白色上 平分秋色 两个人对面而立 两酒泪无碑 才咬牙说道 哼 好一个蛇王 当真了得呀 冷血至尊也果然是名不虚传 不负至尊之名 蛇王千行娇笑一声 但是啊 他嘴角挂血 笑得血滴似箭 却依然不损其美色 较之当初呢 更有三分 七粒之美态 此战做何论 不知道 梅尊者意下如何呀 雷鲍宇踏前一步 微笑地问道 何论 梅尊者重重地 又踢了君墨鞋 屁股一脚 这才看向了雷鲍宇 口音又接意味深长 突然一笑 也好 就做何论吧 雷鲍宇不由脸上一红 现在看来 确实是不分伯仲 平分秋色 甚至于呢 泪无碑啊 还占了一些优势 但是 雷鲍宇心中清楚啊 人家蛇王 这是在人身的状态下 取得了这样的战果 还没有显出原形 地牌可谓并未出境 若是原形 做出生死比拼 相信 泪无碑 定然不会再是如此轻松了 但是呢 话 还又得说回来了 纵然说 泪无碑啊 最终战死在这里 蛇王千寻呢 也绝对不会轻松 纵然说 不会陪葬 却是绝对的元气大伤 只怕中此一生啊 也不会再有变化人身的能力 本身的实力呢 也将一下子退化至 七八级悬瘦的水准 彻等于 真正意义上的同归于尽 所以 说何 也并不为过 泪无碑 身躯挺立啊 脸上依然是那副 万年不变的 僵尸的表情 一如铁块一般的冷漠 但是 群众的欢呼声 却已经响了起来呀 响彻云霄 在这一刻 泪无碑虽未胜 但是呢 却最终成功的扳平了 这对刚输了第一战的 大陆联军来说 等于是一记 其死回生的强心计啊 泪无碑这位平常 大家一提起来 不是骂就是害怕的冷血至尊 刻下呢 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大陆英雄 人类的英雄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义士协境第252回